來觀察這個平均 地管條例的主法 長有夠 但是有民間團 這次出來說裡面有空氣 今天有怎麼會違背 這個大政議和所謂的粗心 來政府的處長 法政官是認為說 其實修法的效果會繼續發表 陰謀 點半年就能正式來試試 來政府進行以後 平均地管條例主法 其中司法人在處裁許可責 確實說 如果是包含 渡市經身在來有九種狀況 可以免經過許可 民間團體就直接說 這種的有空氣 修法人若是 渡經範圍的所有官員 或是說這個出租人 免用許可就能來買渡經安的房子 強行有違反 非貴地租屬用的儲心 如果一個法人 他去買一個準備要被拆的房子 他會是為了居住使用嗎 他要的就是 是未來的投資跟轉賣的部分 如果跟這個儀秀花納儲 擁欲轉賣 民眾黨立委批評說 這種的無貴求既往 是替投機客開後問讓人講 不過內政部處理法經軍解釋說 平均地管條例後 又有所在發覺 這種逃逃的態勢一定比較明顯 國際都辦公室的計劃路車是 聽到的事情 不說既往的 但這等於是說白點 就是給整個這個草房子 還是有一個這個逃亡期 他就要玩這個紅單 結果後來剛好一個修法 他還來不及下車 結果竟然我們政府 現在就讓他能下車 不少的業者 反而希望我們能夠溯及機網 這背後代表的意義 可能是因為我們不溯及機網 應該效果更好 應該關後門的狀況可以更嚴格 立委教委說 要求民主檢基 他的目的是在壓制插房 不過這種押頭期的保護機制 如果是不完全 這樣有可能會變相 來降價檢基的意願 保育政府就要緊密 萬筆 壓機 跟這個壓坑的發揮 法警軍表示說 業者也能夠透過 國中的論述 港級修法造成的衝擊力和壓力 期待說 今年的頂半年 就能夠正式來實現 落實基礎的政議 記者綜合報道